就在这处转角对面 一辆义引车来到路口 打方向灯靠边准备要右转 下一秒跟他并行的双载机车倒地 沙石车驾驶听到碰撞声响 赶紧下车查看 这时才知道前轮压到摩托车 一名富人已经没有 呼吸心跳 警消货报赶来 摩托车倒在地上严重毁损 而骑车的男子手脚擦挫伤 消防员先帮他包扎 丧命的富人是男子的邻居 事发就在十号下午三点多 高雄新兴区中正路跟民族路口 机车太靠近大车 沙石车又疑似内轮插没注意到 导致事故发生 七十五岁的夜姓骑士 骑车在女邻居 要去参加一场产品说明会 富人途中遭遇死结 离姓驾驶工作返家途中疑似 视线死角酿货 吹气没有酒精反应 事故肇事责任 检警要再厘清 只是七十岁的富人 搭邻居的机车双载 遇到大车转弯 他跌落丧命 家属难以接受 这个噩耗 TVBS新闻方志成 高雄报导